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奇非常着急 她要赶快追上狗狗 佩奇终于追上了狗狗 她累得气喘吁吁的 调皮的狗狗 你跑慢点 等等我呀 佩奇说完就自己先走了 走了一会儿 她发现不对劲 好像听不到狗狗的声音了 她转过头一看 我的狗狗呢 我的狗狗怎么不见了 佩奇非常着急 她跑了起来 佩奇四处的张望找她的狗狗 佩奇忍不住叫了起来 谁见到我的狗狗了 谁见到我的狗狗了 哪个好些人帮我找找我的狗狗 佩奇找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找到 是爱探险的朵拉 是爱探险的朵拉 佩奇遇见了爱探险的朵拉 朵拉 你见到我的狗狗了吗 朵拉说 我没有见到你的狗狗 你的狗狗长什么样子呀 佩奇说 我的狗狗是一只白色的狗狗 朵拉说 我没有见到白色的狗狗 不过我可以帮你去找一找 朵拉说完 就去帮佩奇找狗狗了 谢谢你 朵拉 佩奇说 说完 朵拉就离开了佩奇 佩奇着急的都要哭了 这时候佩奇又遇见了好朋友 朵朵霞 朵朵霞 你见到我的一只白色狗狗了吗 朵朵霞说 我没有看到什么白色的狗狗 需要我的帮忙吗 佩奇说 你可以帮我找一找它吗 朵朵霞说 当然没问题 我可以帮你找一找 不用担心的佩奇 相信一会就可以帮你找到狗狗 佩奇说 谢谢 朵朵霞就去帮佩奇找狗狗了 一会儿佩奇又遇到了艾莎公主 佩奇着急的问 艾莎公主你见到我的狗狗了吗 艾莎公主说 我没有见到狗狗 是什么颜色的狗狗呀 佩奇说 是一只白色的狗狗 艾莎说 不用担心佩奇 我可以帮你去找一找 佩奇说 太谢谢你了艾莎公主 艾莎公主说 不用客气 我可以帮你去找 不用太担心 一会儿就可以帮你找到的 艾莎公主说完 就去帮佩奇找狗狗 大家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去找狗狗了 一会儿小马宝丽 紫月公主又出现 佩奇又开始问紫月 紫月公主 你见到一只白色的狗狗吗 紫月公主说 我看到有一只白色的狗狗 从那边去了 你不用担心佩奇 我马上帮你把她找回来 佩奇说 好的 那麻烦你了 紫月公主 不客气 一会儿佩奇又遇见了 巴克队长 巴克队长说 我刚刚见到一只白色的狗狗 不知道是不是你家的 她朝那个方向去了 我帮你找找看看 佩奇说 谢谢你 所以 巴克队长说完 继续帮佩奇找狗狗 巴克队长很着急的为佩奇找狗狗去了 佩奇说 佩奇又遇见了一个富狗动物虫的小象朋友 佩奇问 小象 有没有见到有没有见到我的白色狗狗呀 小象说 我见到一只白色的狗狗 不知道是不是你家的 看见他朝那个方向去了 需要我帮忙吗 佩奇说 如果方便的话 帮我找一找他吧 谢谢你了 小象说 不用客气 小象说完 又去帮佩奇找狗狗了 这时候 达西西又来了 达西西说 佩奇 你怎么了 需要我帮忙吗 看着你很着急的样子 佩奇说 是的 我的狗狗丢了 谁能帮我找回我的狗狗呀 达西西说 我刚才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狗 朝那边方向去了 而且碰到了很多好朋友 他们都说再帮你找狗狗 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佩奇说 那麻烦你了 达西西 帮我找一找吧 达西西说 好 不用客气 达西西就去帮佩奇找狗狗 一会儿汪汪对李大公的 天天又来了 你说佩奇 需要有什么帮忙吗 佩奇说 我的狗狗丢了 大家都帮我找狗狗了 你见到我的狗狗了吗 天天说 是的 我看见有很多朋友 朝那边方向去了 我还看到一只白色的狗狗 你不用担心 我们马上可以帮你找回你的狗狗 佩奇说 太好了 谢谢你 天天 不客气 不客气 天天说完 你去帮佩奇找狗狗了 有狗叫声 佩奇闪过头一看 哇 是我的狗狗 我太开心了 狗狗 你终于回来了 我担心死你了 狗狗见到主人也非常开心 它着急的往佩奇的身边 跑过去 狗狗不要调皮了 一定要听话呀 佩奇非常开心 大家也都赶了过来 把佩奇的狗狗 安全的护送到佩奇身边 佩奇非常感动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你们 我的狗狗就找不到了 大家都说 不用客气 我们是好朋友 大家要互相帮助 佩奇还是很感谢大家 佩奇今天很高兴 因为大家帮她找回了 十三的狗狗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小故事就讲到这里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 我们每天有更新 拜拜 请不吝点赞